吉隆坡警方联合其他执法单位 今天凌晨3点出动了400多人 前往舍拉央旧批发公事 展开筛检行动 扣查了108名各国非法外劳 根据了解 一些害怕被取缔的非法外劳 慌忙地躲在摊位底下 甚至钻入鱼桶中躲避 但还是逃不过执法人员的目光 全部被揪出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劳丁指出 这项联合执法行动 是要杜绝非法入境者 在当地引起的各种罪案 落网的非法外劳当中 印尼人居多共52人 其次是35名缅甸男女 其他人则来自印度 孟加拉和尼泊尔 没有入境文件 或者逾期逗留的被扣者 将在1959年移民法令下接受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车enes 车瘺 逍地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